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这期我要给翠华煮点姜水 用的给翠华来泡饺 因为翠华上次我给他弄过一次 他说泡饺泡了之后很舒服 所以说现在又给他再弄一次 现在我们把姜切成一片一片的 放进这个之前我熬中药的这个锅 等一下就放水进去 放水进去之后呢 就把它烧开了之后 那个水呢就拿给翠华来泡 这个呢 好像现在说是也是那个去寒的 因为他生围起源的时候 那个脚那里做月的时候不太注意 所以说落下了这个毛病 他说泡了之后感觉很舒服 很有用 很有效果 所以说现在就 这一摊呢就给他 做到胃一点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烧 这个东西呢是多功能的 它有18种功能 烧水 花茶 果茶 等等之类的 现在我们要 对 第一个烧水 烧开了第一壶 等一下再烧这个第二壶 再烧第三壶 足够多了 烧就拿上去给这块泡脚 一点点都是你 去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 爸爸不应 你就喊 进来了不许出去了吗 你要自己在这里玩吗 越长大越调皮的 也越来越年人 四省都拿他们看 就用这个 等一下烧牌吃过水 拿上来 等它泡脚 等它吃完饭 四省在煮饭 吃完饭晾一会 这个水凉了 它就可以泡了 小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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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跟你去玩 快点 妈妈跟你去玩 不要吵个妈妈 这个第三壶已经烧开了 烧三壶然后等下上去 再放一点热水 就差不多了 我们等下再处理这个浆 现在你就拿 先拿上去 特别的刺鼻 这个味道 这个浆水特别的刺鼻 估计刚刚吃饭 所以我应该要休息一下 如果这样休息的话吃饭 要半个小时才能怕 要不然人家消化不凉了 先拿上来一下 我们现在因为烧三骨水的话 太少了一点 现在呢 再加多一点 这个热水进去 要泡过 这个脚眼这里 要不然你策发汤 之前就是说它这个脚眼这里面有点 那个以前没保护好 现在然后就有点痛 所以说要放多一点水 烫过去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放点凉的 凉的快一点 烫酱嘛 一般都是合适就行 烫一点点就行 不要太烫 我刚拉屎出来 我在里面放水了一下 我都感觉好烫 我真的 哎呦 这沙姨都被我睡几天睡扁了 不振起来 都成标本了 我都不知道 斯文一点 陪你这种垃圾那么烫的 用你再斯文 哦 怪你 很烫 要不要加点凉水 一加 行再加点凉水 太烫 这浆好好温 好想喝 好温个屁 好想喝一口 等你在上面煮的时候 你就觉得它不好温了 为什么 太辣了 有点辣眼睛 试一下 好特别 是不是 很烫 还烫呢 刚出去泡两个手盒了 还烫呢 姜很辣的 再烫也没办法了 回事了吧 别信 滚 滚 滚 别信 人家给你比了些 不需要 不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舒适 你也怕我放下来 我才不怕 我怕我一头袜子 等下比你刚才在厕所里面还要撤 还是 不过我这个心血没事 那你就先泡这家咯 你去泡 我不怕 我要去干其他事 那你先泡 泡完了之后 等一下再告诉我 再把你拿去倒掉 你不能拿重的东西 好了 我们 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他这个人呢 说真的 他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哎呀 说的你 这么伟大 那不是 你 估计你拯救的是银河系 我拯救的是整个宇宙 啊 所以说 好了 就让老梁 差不多就得了 啊 要不要老梁等下都有意见 哦 我忘了跟你说了 嗯 刚才 嗯 刚才我亲他的时候 我一亲 他放了个屁是带有水伤的 嗯 估计是拉死了 等一下你怕完了 你处理一下咯 嗯 再拿一双腕子就 哦 行 再拿双腕子吧 哦 外面 外面 外面收吧 不用拿来 啊 行 那就再 拜拜 拜拜